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楊五郎、孟良收兵回應 回到去就將黃鳳仙劫走黃氏夫人的經過 講給大家聽 大家聽了都沒有辦法 木櫃應該憂心到睡不著覺 楊宗寶、楊宗面是被黃鳳仙逐了 現在都不知道是生還是死 黃氏夫人又被她搶走了 公太玉女鎮以來處處失利 我說元帥怎麼做好呢 這一日剛剛吃完早飯 中軍來報告說 稟告元帥黃鳳仙在城外挑戰馬鎮 叫元帥你親自出馬 知道了 木櫃已經馬上升掌 對大家說 眾將官黃鳳仙點名要我出戰 本帥今天要跟他決一死戰 各位將軍跟我壓陣 講完就點齊兵馬出城了 木櫃已經來到陣前擺開隊伍 黃鳳仙說 黃鳳仙說 穆元帥 我臨來的時候 先鋒官楊宗寶 叫我代他向你問候 木櫃一聽 撞火了 披 黃鳳仙 你不要懶得意 楊宗寶被擒 殺也好 不殺也好 任憑於你 何必拿這件事來羞辱本帥呢 穆元帥 你不想人家羞辱你 是嗎 那為甚麼事 你又找個老乞姨婆來 假扮我母親呢 那不是羞辱人嗎 你 黃鳳仙 那位夫人 真是你親生老母來的 你有甚麼憑證啊 木櫃已經無言對答 黃鳳仙說 哼哼 不要以為你足智多謀啊 我黃鳳仙不是那麼容易騙的 穆元帥 如果你沒有本事破陣 你快些認輸吧 如果還在那耍花椒 實沒有好結果的 木櫃應該聽人家 臭臉都紅了 他大喝了聲 黃鳳仙 放馬過來啦 那兩元女將雙刀並舉 只見韓光閃閃 大戰二十個回合不分勝敗 木櫃一邊打一邊想 自己已經懷孕了 力氣不足啊 看來今天都難以取勝了 但是黃鳳仙就越打越精神 尤其是想用三黃劍削木櫃的大刀 只見黃鳳仙把大刀掛好了 拔出了寶劍 這個時候突然間 宋軍方面旁旁旁打起拿來 明金收兵 木櫃應該乘機虛防一刀 跑馬退出圈外 他說 黃鳳仙 我們明天再打 黃鳳仙說 行啊 我奉陪到底 那兩個就各自收兵回營 原來壓陣的宋朝將軍 見到自己元帥木櫃英氣力不計 怕他打敗仗 所以就打裸收兵 木櫃英回營之後 心想 黃鳳仙這麼武藝高強 本事出眾 軍中沒有人能夠贏得他 我自己身子又不方便 玉女鎮攻不破 那天門鎮幾時才能破得 看來 事到如今 唯有再請能人這一條路 好了 木櫃英打定了主意 就請蛇太軍楊陸郎來 還請八賢王和扣準 大家一起商量 木櫃英說 黃鳳仙這麼厲害 我們軍中無人能敵 我看要請一位能人來才行 木櫃英一講完 蛇太軍就問了 啊 桂英 你說想請誰呢 想請大刀黃蘭英啊 一提到大刀黃蘭英 楊陸郎的臉就紅了 馬上摔下頭 一聲不出 為什麼呢 當初黃蘭英是她逼走的嘛 今天自己的媳婦又提起請她來 覺得不好意思啊 蛇太軍問 桂英 什麼黃蘭英的本事還厲害過你嗎 當然是啦 她歷大過人都發精通 另外我在木櫃仔下山的時候遇見過她 她說她了解天門鎮 對付黃鳳仙一定要請她來才行 而且我還聽說還有一位劉雲俠 她是西奇州的軍師 她對排軍報陣 鬥隱埋伏 攻殺戰手就無一不精的 如果將他們兩位請出來 就能夠打破天門鎮了 大家一聽都覺得很高興 是有道理啊 商量一番 決定派人去西奇州請能人了嘛 這樣吧 楊六郎不肯娶黃蘭英 將人列擊走了 這個列到現在都沒有解開 就怕請不動 所以大家都看著楊六郎 楊六郎就倒下頭的心想 你們不用都看著我 就算死我也不去的了 你看看我現在的兒子都這麼大了 自己鬍子都這麼長了 還要我去找黃蘭英 讓她說幾句啊 我還要做人嗎 我不去 這個時候 扣准開聲了 她說 我保舉一個人 一定能夠請到黃蘭英來的 泰軍就問 是甚麼扣大人 誰啊 木桂英 老太軍就起眉頭不高興了 她心想 哎呀 扣大人你怎知道啊 貴英有了人啊 派她去西奇 我真是不放心啊 所以泰軍就說 扣大人 你為甚麼要保舉她去呢 開港有說 歲不離位 她不能夠離開大本營的 扣准說 老太軍 除了木桂英 我看別人都不行 就算是你老人家自己去 亦是枉然的 為甚麼呢 為甚麼啊 黃蘭英 已經生氣了你們楊家了 原因就出在楊六郎的身上 於木桂英就不一樣啊 她在木柯仔投奔送軍的時候 半路中途就撞見黃蘭英 她們兩個一見如故 真是有緣分的 桂英還把自己的嫁妝 全部送給她 那還算是有恩於她啊 臨分別的時候 黃蘭英說過 只要桂英有事找到她 她就肯來幫忙的 泰軍問 是嗎 這件事你怎麼知道啊 哈哈哈哈 有甚麼事我不知道啊 哈哈 桂英 你說有沒有這件事啊 木桂英額頭 她很佩服扣准 她想 我如果不去 別人去一定請她不來的 我去呢 身子確是很不變 不過不去 唉 又搞到老爺為難 還是去啦 木桂英就說 既然扣帶人說我去對了 我就親自去一趟啦 軍隊的事呢 暫時由三關大帥代理 楊六郎連亡額頭她說 桂英 那你就辛苦走一趟 你想帶多少人馬 就儘管去點啦 木桂英說 人多行動反而不方便 我一個人去更好啊 泰軍就說了 你一個女子身體又欠佳 好不方便的 木桂英說 我可以女扮南莊啊 我去請能人的事 大家不要向外傳 如果黃鳳仙叫陣挑戰 就掛起面戰牌先啦 商量妥當之後 木桂英就回去準備 翌日 木桂英換了南莊 單人匹馬直奔西奇州 一路沒有什麼事就沒有什麼好說 這一日 木桂英來到西奇州城外 她放眼一看 只見一片繁華景象 想當初金木耳造反 當地老百姓 哎 受盡摧殘 真是赤地千里 哀雄遍地 但是現在的西奇州就變了樣了 五谷封登 百姓安居樂業 路不拾迴 夜不閉戶 你家人都是大都黃蘭英 和軍師劉雲俠 治理右方 話說木桂英來到城門口 落了馬 牽住江城 跟著行人要入城了 守門的軍兵 看到她帶著兵器 就攔著她說 站住 跟我來這邊 木桂英跟著兵走到一旁 守城門的千種 從頭到腳 熟了木桂英一輪 你在哪裡來的 木桂英想 我千萬別說在前線裡 面她疑心 於是她說 我在東京汴梁來的 入城做什麼 找人而已 找誰 黃蘭英 一聽這句話 我千種十聲 站起來 一搜到木桂英的三嶺 握緊 不准你說 木桂英心想 我這麼大的圓碎 居然被這個守門的官仔握緊 沒辦法 誰叫我去別人的地頭 我還要客氣才對 木桂英好聲好氣 老爺 我沒有說錯話 沒有說錯 你這麼大膽叫我們王爺的名字 不是誰 都說黃蘭英 是你親戚 是呀 是呀 是我的娘親呀 娘親 那千種一想 我們西奇王都沒有成過親 怎麼會有兒子這麼大 是呀 是呀 是我的娘親呀 娘親 那千種又問 你叫我什麼名字 木桂英想 如果我報出自己的真名 他看見我穿著這身男人衣服 不男不女那樣 一定抓我都行 我不如報我丈夫的名字吧 木桂英說 我姓楊 叫她楊宗寶 楊宗寶 那千種又問旁邊那個兵 楊宗寶這個名字怎麼這麼易熟呢 當然是易熟的總爺 天坡府的楊宗寶 現在是先鋒官 誰不知道 咦 那是否就是說 楊家將要來打我們西奇州 不會吧 聽說我們王爺是楊家的媳婦 那個千種就問了 請問你是天坡府的楊宗寶是嗎 沒錯是我 那你來到我們西奇州什麼事呢 找我娘親黃蘭英 哦好好好 又是 將少爺帶去王府 好 木桂英問 帶去王府 王爺是誰 你不知道 你的母親就是我們西奇王 的嘛 於是那個兵主就前面帶路 木桂英在後面跟實 穿街過巷 轉彎抹角 來到城西北角度 好了 那兵主說 少爺 這就是王府了 你自己進去吧 講完他就回到守城門 這座王府 起到紅牆綠瓦金碧輝煌 木桂英的心想 哎 是東京這樣的宮殿 也只有八炎王他們才有得住 看來 我這個奶奶真的有本事 那木桂英這匹馬就綁在門外的馬莊上面 然後走上石階 對著守門口的衛兵拱一拱手 各位辛苦了 衛兵問 問誰啊 王爺是我娘親 我叫她楊宗寶 我等她來探她 我們王爺的大姑娘來 都沒有成親的 她沒有兒子的 你知道什麼 快進去稟布 衛兵聽到就走進去 這個時候 黃蘭英正在書房正在看書 衛兵走進來說 啟稟王爺 外面有個人叫做楊宗寶 來求見你 黃蘭英聽我的頭 一聲 誰說楊宗寶 黃蘭英的心跳 楊宗寶 楊宗寶來這時候做什麼 雖然這個兒子還不錯 但是他爹真是狠心 楊六郎忘恩負義 把我打發出來 又不理我 鍾寶今天來到這時候 實是楊六郎指他來的 哼 看來他肯有什麼為難之事 黃蘭英生生氣了 楊家沒有個好人 不見了 然後啪的出去一拍張桌 嚇到搜門那個衛兵 走幾步 王爺不要生氣 黃蘭英又想 楊宗寶這麼遠來到 我說不見 他肯不肯這麼聽話要走 嗯 我不如這樣 不是更好 於是就跟那個衛兵說 你走過來 黃蘭英在衛兵耳邊 掩沉了幾句 又大聲地喊 人類 將那個楊宗寶趕走 如果他不走 就把他綁在院子的樹樹 殺死他 是 衛兵講完轉身就走出去 黃蘭英又覺得一條氣不順 他大喝一聲說 氣死我了 谷伎拋腮 氣爆爆地坐在那裡 然後回頭再講講看門口的衛兵 他走出去對楊宗寶說 王爺有令 叫你爬扯 如果走慢一步 就把你綁起來 殺頭 牧哥應該聽 整個疾了 哎呀老總 麻煩你我千里迢迢來 這處有很重要的事 我不能扯的 你這個俊男還不扯嗎 人類 把他綁起來 殺 馬上有幾個人走過來 拿著牧桂英 用一條繩子把他綁緊緊緊 然後把他推到某某地綁著 就想開刀 牧桂英說 各位兵大哥 你們這樣做什麼 哈哈 你問我們 我們都不知道 王爺明天說你楊宗寶來了 王爺生氣得要我們殺你了 你想死還是想生啊 想生我們就放你扯 我不能扯的了 厲害 不怕死 厲害 人類殺他 講完 有個刀斧手走上來 拿起大刀就想動手了 不過這個時候 突然間後面有人說話 為何要殺人 殺人為何都不說一聲我聽呢 刀斧手收起把刀 拿著頭看 連王說 這些是王爺的命令 這個人走到牧桂英面前 上下左右仔細看 牧桂英擔心頭看一看他 原來是個刀斧 大概四十多歲 這個刀斧問 你是誰啊 我 請問你是哪位呢 牧桂英不回答他 又問回頭 貧道劉雲俠 原來是劉仙掌 麻煩仙掌你救命啊 我是宋朝的 我叫做牧桂英 無量天尊 原來是牧桂寨的牧小姐 有什麼事要殺你啊 剛才我報錯了名 我說是楊宗寶 那牧小姐你來這樹做什麼事呢 我是來請我奶奶去幫手打天門陣 如果破不了天門陣 宋朝就會覆滅的了 劉雲俠聽她這樣說 就起眉頭說 牧小姐你不用擔心 等我去講到黃蘭英 去前線破敵 跟著劉雲俠就指著牧桂英 對兵出話 哪個都不准傷害她 是 說完劉雲俠就走進去找黃蘭英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 請下回分解 請下回分解